其實隨著工作量的不斷增加 回歸之後公共部門人員數量是一直有所增加的 以按照2019年各部門所提交的預算人數 2020年那時候預計會達到38,128人 為控制公務人員數量的不斷增長 控制政官提出這一屆政府公務人員的總數不超過38,000人的目標 我們由2020年4月30日起 公共部門實施了原額控制的計劃 以各個施政範疇的原額是以當時實際的人員數量為基準 以原額控制計劃實施了差不多四年 我們覺得效果是良好的 2020年4月現職的公務人員總數是35,101人 而今年10月底實際的在職的公務員人數是34,286人 以人員的總數又輕微的減少 以特區政府會採取實施求是的態度 是調控部門的原額 但有些部門已經工作需要以爭辯人員 但原額不足時是可以突破原額控制的 剛才梁頌宇議員提到 我們這個不是一個法定的 是失死了是不能動的 實事求是 真的有些部門工作需要 特殊需要 放寬到時透過長官的批示 這個內部批示 就是放鬆原額控制 是沒有問題的 實際都是這樣行的 不過我想是由公共部門總體而言 因為我們現在的總人數差不多是35,000 35,000左右的公務員總數應該是足夠的 但不排除有個別的部門 或者是個別部門裏面的一些聽處 存在一些人員短缺的問題 要解決這些部門人員不足的問題 除了必要時要徵聘人手之外 我們覺得眾家應該做好人員的合理分工 和運用橫行調動機制是聯合調配 以避免出現部門與部門之間 甚至於部門裏面的聽處之間 有些人忙到忙到死 我想這件事對人家資源的合理應用是有好處的